那今天呢,我们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苏宇同学来给我们 接下来他的经历,非常不容易啊,他是那个金拿大的五级化学博士 但是他那个一毕业呢,他就是为了照顾家庭啊,就一直在家里做全职满满啊,而且他是从金拿大毕业到我们过来啊,然后在这边做全职满满啊,做了四年多啊,到了2022年呢,他就考虑说啊,重新开始找工作啊,于是他就到我们这边来学习 然后呢,到了那个呃,呃,今年六月份,他到了offer,那么在一家医院里面做这个scientist,呃,我觉得呃,属于他这个,他这个背景呢,对很多同学应该都非常有气啊,因为很多,很多我们这边的同学都是全职满满,而且都有gap,那找工作的时候呢,会啊,一方面自己没有自信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因为长期在家里面照顾家庭啊,成会至少有很多很多的 这么一个困扰啊,或者疑惑,那么我觉得苏宇这边他来分享的话,应该会对大家非常有关注啊,那我这边呢,就先停止构想,然后苏宇就开始开了 好的,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屏幕 嗯,大家可以看到吗 嗯,可以了 好的,现在是不是会大一点了一点 啊,对,这样,呃,对,现在看到目录,对 对,这个我就是主要是针对校长,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我做了一点PPT吧,然后就主要针对这些问题,嗯,先介绍一下,大概有什么问题可以后面再问,校长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打断我,都可以的,嗯,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呢,其实就是一个,毫无工作经验的PhD,做有机合成的,主要是做一些实验,就是在实验室里面, 然后我是2018年的9月,9月是PhD毕业以后,然后就,就参加了毕业典里就回国了,回国后,因为那个时候我的队友就已经到美国做了一年的活后了,所以就是为了团聚,我已经没有考虑过在加拿大上去工作,然后,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是这个身份问题嘛,我要是说,嗯,想要去美国做活后,然后,然后就是,基本上可只能拿到一个债钱的,再一个就是,我那个, 怎么说呢,做有机的,它接受很多的试剂,化学药品之类的,可能就是对身体,我是自己,大部分中国人认为这个,对身体有所,有损伤,身体可能会有些积,积累一些这个毒素之类的,所以就是当时已经30岁了吧,就是说,如果我要生孩子,那我最好要休养半年,如果我紧接着做伯后,那么做上一年伯后,或者两年伯后,我又要休养,这样的话就年龄就比较大了,所以当时就,毕业了,就决定就是, 先就开始就是准备,就是备孕生孩子了,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全职在家了,然后就是,所以就是相当于一个new grad,也就没有任何我的工作经验,嗯,一直到, 上泰克人之旧,这段时间一直是全职在家,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对有机有没有了解,有机呢,其实就是一个, 化学的一个分支吧,应该呢就是,我们平行的工作环节就是这个一个,一个相当于一个fuel tool,就是一个我们说的那个通风,那个, 那个底下,然后我们就做一些有机合成,就是拿一些很简单的这些有机片段,通过你调控这个反应条件,就是湿激温度, 然后这个浓度之类的类似一些parameter吧,然后就会拿到一些你想要的这些片段,我们的最终目的呢,可能会拿到需要,想要拿到一个药, 或者是农药呀,人药呀,这些都有可能,但是我的日常工作呢,就要集中在某一步, 比如说,从这个东西拿到最后这个有好多步,我可能就集中在其中的某一步, 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一做就是,我们硕士,当时加到博士,一做就是八年了, 然后也是很无聊,很乏味的,然后如果说我有没有想过找教职,其实有想过, 因为我们大部分中国人的,就是学生的思想就是这样吧,读PhD,出来做了几年博后, 发点好文章,得一点成果,然后找一个教职,我当时想法也是回国找一个教职, 但是就是这个现实摆在眼前嘛,就是说想要孩子之类的, 所以我就决定先停一停,再加上做了八年,做的真的是很烦躁, 就是想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吧,当时就所以没有考虑什么事业, 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所以就回国放松了, 接下来就来到了美国,美国就开始的就是这个,刚开始是没有孩子的, 但是就是当时也有考虑,那一段时间也有考虑说, 究竟要不要在这个就是找一个就是打一个时间, 时间差吧,就是说在怀孕的过程中,我找一个伯后, 就是尝试着申请一个奖学经历,比如说欧洲的这个麻利距离奖学经历之类的, 然后就是说能把孩子生下来,多长个几个月, 正好可以开始做这个伯后,当时也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呢因为队友在美国,如果申请麻利距离这些奖学经历就要去欧洲, 也想过就是说申请就是说实验室给提供, 就是大家正常利益上这个poster, 然后那个实验室给你提供钱,你去来做实验, 但是这种的话要求的比较高,而且就是这个flexibility就比较差了, 一般就是基本上早上8点开始,可能到晚上都要加班, 当时想想就就就就感觉好累,好辛苦, 所以这些都后来就慢慢被pass掉, 一直到2019年的那个,就2019年5月差不多就有了孩子吧, 然后有了孩子就心想,反正有孩子就, 全心全意做全知妈妈吧,就反正什么都没有考虑了, 就想着就是住在那个迎接孩子这个喜悦之后, 然后等到2020年,孩子出生以后, 本来就是那个时候出生以后就想着去, 想自己这个事业了,想着去做伯后呢, 或者是找一个instructor,就是高校里面是一只flexibility, 也就是lapture,是教课的,也有想着, 但是呢紧接着就是这个疫情爆发, 所以孩子就出生在疫情爆发的那段, 那肯定是不可能,孩子又小, 然后不可能是大人出去干干啥, 然后回来再包牌,太危险了, 然后就这样一拖一拖,就每一次都会有出现一个事, 然后就导致我就这个,就是没有去工作, 然后就居家,居家,一直居家, 一直居家,那孩子差不多有, 差不多就是一岁半了吧, 就是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2021年10月份, 这个时候已经干了相当于三,就是三年了, 这个时候疫情,激情还是有, 但是10月那个时候差不多, 因为疫苗也更多的大, 接近快接近北深了, 就是我就是说全职三年, 第一次开始考虑自己的事业, 最近就是说, 我将来选择什么样的事业呢, 但是当时已经有个孩子, 就像一想到我自己如果去做一个伯后, 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八点, 甚至晚上可能会加班, 本身的就是这个有机实际的气味, 我就接受不了, 就想着一天可能见不到孩子, 就把做伯后这个pass, 然后也尝试着去找过这个人, 就是这个, 因为没有伯后经历, 我就再也没想过说, 自己能做一个那个AP啦之类的, 再也没想过, 我感觉这个可能性就很小了, 所以当时尝试着投过一次, 就是这个instructor的这种, 但是投了一次以后就发现, 我感觉好多instructor这些就是, 他要求不高的东西, 好多都内定了, 我当时试了一个, 好长时间没理我, 最后他直接就说, 虽然你的条件很好, 也很适合我们要求, 但是就是我们选了更合适, 或者更适合的人, 反正就是婉拒了吧, 然后就当时就第一次, 就相当于第一次找那么多吧, 就有点就是感觉, 这个市场太难了, 没有一点工作经验, 就当时有点就是, 那个时候开始, 心里有一点点小着急了, 就是在这个, 我第一次找工作之前, 干了第三年, 我没考虑过工作的事情当时, 然后在第一次投简历之后, 就可能就心里有一点点着急了, 然后就在十月到二月之间, 然后也就就这个时候开始就不断地去思考, 我接下来的路在哪里, 回国的话更不可能, 像年龄都将近三十年了, 然后又没有博客经历, 又没有名校经历, 文章也就很压力, 压力挺大的, 就在这个期间, 就是我的队友吧, 他就是, 他要走教职, 他就经常会看一些, 在那个YouTube上看一些, 就是我们国人吧, 可能就是中国人, 就是做了教授, 给大家分享的, 怎么找教职, 怎么做教职这些, 他喜欢就是, 看一些视频相关的东西在YouTube, 然后他看完以后, 他就感觉这个DS, 就是这个DataSense, 这个方向挺好的, 挺适合, 因为我队友一直感觉我比较聪明, 然后当然是他感觉, 一直感觉他, 他感觉我比较聪明, 然后很适合就是学新的东西, 然后呢, 我又全职的几年, 他感觉我把家里弄得紧紧有条很合理, 他感觉我去处理这些, 是一份Data相关的, 是, 他认为这条路很适合我,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就知道, 有DataSense这个东西的存在, 然后接下来, 就是也是队友吧, 他就是看这个, 有一个赵教授, 他的那个视频分享, 就是他那个YouTube上有频道, 然后有一期, 他跟校长两个, 就是面对面那个, 然后我队友看了以后, 就知道Tackenzie, 然后他就找到了跟校长相关的视频, 然后就看, 其中有一个视频, 就是校长一个是最开始创业的时候, 就是给大家讲, 就是一个全程都是校长讲, 现在也有校长视频的, 校长就露脸了的一个视频, 他看了以后就, 当天那是晚上看, 我真的还在很排队睡觉, 他就进来过去, 我知道你, 你要做什么, 而且我给你找到一个很好的资源,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就说得很激动, 他就感觉他帮到了我, 很激动, 而我当时就不相信, 就像哪有这么好的, 对吧, 不可能, 而且我说, 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会适合你呢, 就当时, 反正就是不相信吧, 各种, 就我因为, 我就是一种固定的思维, 总改, 这种有点夸大, 可能就是一种传销的感觉, 但是我对我就说,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就是一直, 就是可能他就给我做了, 他就给我做心理见识, 做了好几天吧, 就非得让我去接触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 当时就, 然后他也给我找了一些, 就是一部三分地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别人转行成功的分享, 看了以后我就, 慢慢慢慢就有点感兴趣, 然后我就在那个小公书, 就是不计女生很熟悉的一个小公书, 我搜了一下, 就搜到了项长, 他们也有这个小公书, 我就第一次直接就, 我直接就找校长聊了, 然后聊完以后就, 聊完, 就第一次聊完我就决定, 就要报这个开发, 但是很着急, 聊完以后我就特别特别想报嘛, 但是那个时候春季般的报名, 已经差不多就是, 已经接近尾声了, 或者就是说, 我还没了解清楚校长做的建议, 就不要着急, 你先了解一下, 了解清楚了, 完了之后, 不着急报这一期, 而且孩子还小, 你可以报下一期, 但是我很着急嘛, 就是我已经有半年, 在考虑自己这个事业, 就越来越着急, 越来越焦虑, 所以特别着急, 我说那我不行, 我报下期班, 校长就问我, 你有没有这个coding的经验, 你这个coding怎样, 我说一点都没有, 从来没有接触, 他说那你不太适合下期班, 我认为你还是跟着, 就是这个我们正常班, 一步一步来, 不用着急, 再次劝我不要着急, 然后我就最后, 我就在校长的缺度下, 不着急, 不着急, OK, 然后就, 从那就开始, 就是去了解这个行业, 去了解他们, 也听了一些, 大家的, 就其他前辈的分享会吧, 越听越感觉有信心, 越听越感觉有信心, 然后就, 六月份的时候就才报名参加了秋季版, 是2022年秋季版, 而报名了以后就开始, 就是我们CAP里面有很多, 就是这个内部资料吧, 报名以后, 然后就开始开始开始学了, 就是我第一次接触Python, 说实话, 真的是临机主, 就是你记住, 做那个Python, 之前其实在报名之前要结束那个, 完成那个Python三纸, 做到最后剩几道题的时候, 感觉就做不出来了, 就全程都是在那谷歌, 不断地搜, 不断地搜, 最后几道就卡住了, 就心里就着急了, 心里想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行业啊, 那这题都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就没法报名, 又开始着急, 然后就每次跟校长聊, 聊的时候校长的意思就是, 你去搜, 你去搜, 哪怕你去抄答案, 就是去搜, 只要是你自己找到的就行, 他就不断地就是安慰我, 就是支持, 然后就然后我就找队友去讨论, 然后队友就知道, 他有其他的别的记忆, 比如Fortune啊, Malab, Malab这些, 所以他有一点这方面的死, 他也就帮我们一起, 所以我终于把这个Python39做完, 做完了以后就, 去心里就知道那个Python是什么回事, 然后就报名了, 报名以后就接触那部课, 就是开始学Python, 就学Python的过程中, 我感觉我记不住, 嗯, 就是每次经历这个学习的时候, 就记不住感觉, 就当时就在想, 自己是不是, 又是在怀疑自己, 是不是不适合, 这也可能是全身妈妈的通病, 就是因为, 就是与, 与世隔绝了好几年了, 就不断地去, 很容易经历一点点缩折, 就去怀疑自己, 而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学, 而当时带孩子, 孩子也没事开始上这个Python, 我就每天带孩子, 然后没时间学, 就是晚上孩子睡了, 我赶紧学一会儿, 然后周末的时候, 队友来带孩子过来学, 然后就, 就每天就是, 都会儿就去学这个Coding的题, 我不怕大家笑话, 这个学的过程其实很慢, 很接近的, 因为我感觉, 感觉自己有些记不住, 而且是完全的零基础, 没有一点点编程的基础, 上大学的时候, 跟计算机相关的, 通常都是, 都是最低分的, 所以我当时怎么学的呢, 就是把那个, 所有的资料打印一下, 然后我就抄, 就抄了写, 看写, 然后就慢慢慢慢就是, 有了感觉了, 然后等到9月正式开始上课, 那个时候呢, 就是前四周都是Python, 但是那个时候就心里有点, 因为我提前已经学了, 所以学那个四个周的时候呢, 就就就就还好, 压力不是很大, 然后我就9月开始上课, 一直上一些是Python, 然后我们是Learning的基础知识, 然后最后是SQL, 在我们学习过程中, 慢慢就梳理故事, 准备简历, 准备面试, 其实最后1月份开始投求职的时候, SQL还没有学, 那个时候正在, 正在做那个项目, 就是这个project, 所以那个时候投简历的时候, 也是, 也是就是着急嘛, 因为感觉, 我这个项目没做完怎么办, 这个SQL没学怎么办, 也是各种着急, 但是呢, 整个这个过程我想说, 怀疑自己是可以的, 就是你懈怠, 稍微想躺拼一下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一定要跟着这个Camp的节奏走, 我是每次就是, 感觉就是自己怀疑自己了, 就看看大家的分享, 然后群里面就会跟大家讲一讲, 反正大家就是, 尽大量保持着自己这个节奏吧, 就是跟着Camp, 然后我就是跟着Camp, 然后从1月开始投简历, Camp就要投简历, 我就开始投简历, 但他没有准备好, 我也就开始, 我当时就是兴奋一点就是, 我就跟着这个Camp走, 他让我做什么就做, 我就肯定会没问题的, 虽然偶尔不反应, 但是我就跟着Camp, 所以我就1月到5月一直求职, 就是Camp说你每周至少投50个嘛, 但是职位今年的, 可能职位没那么多, 但是我就努力, 哪怕就是我认为, 可能这个职位投了, 明显就是不太符合这个DNS的要求, 我还是会, 我认为我至少就是应该达到Camp的标准, 我认为我哪怕到来到最后失败了, 就是说没找到工作, 但是我按着这个要求去走的, 按着这个标准去走的, 我总会有所收获的, 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按这个标准, 其实最开始, 我认为1月2月的时候职位很多, 我其实每周多要投的比50个多, 当时有80个90个的都有, 但是一直坚持, 然后我就投到5月份成功, 就是就收获了一个off, 我也就, 其实我投了有将近1500分件, 然后有30左右个HR, 只有三个HR, 这就是因为可能就是, 多方面原因可能后面也会提到的, 然后最后就一个panel, 拿到了一个off, 就直接就拿到了, 这就是我这个, 就是转行的这个时间线吧, 然后就是, 你看我之前也提到, 为什么考虑全职在家照顾家, 自身问题就是说, 我就是做了这么多年的实验, 我对这个实验真的是生物痛绝, 不想再做下去, 感觉每天站在那里, 每天做完实验的时候, 我第一个感觉就脖子好累, 腿好酸, 然后就不想做了, 再一个就是说, 等生完孩子以后, 不想再, 不想继续直接就回归职场, 舍不得, 真的舍不得, 然后再一个就是家庭, 因为队友也处在事业上升期吧, 你要是说就是说, 因为没有提, 最开始的时候, 我的妈妈还帮忙, 帮忙了一年多, 因为一起, 后面就只有自己帮忙, 自己照顾, 然后就是家庭的一种责任吧, 就感觉, 我们夫妻直接得相互帮忙, 他在事业上升期, 我也不可能说, 不帮他, 也不可能说把孩子, 就是说两个人, 你也要看, 我也要看, 因为孩子是我们两个人, 我也没这么想, 而且, 不是说实说吗, 孩子的前三年, 妈妈是他的百分之百, 然后我就想着, 反正已经有gap, 反正已经就已经没工作了, 最差就是这样子, 我就再继续陪孩子, 我就一直就陪, 陪到他, 像去年我开始上开不行, 就正好可以开始去退 school,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可以party training了, 已经结束了, 然后可以说话了, 可以跟老师来偏了, 然后就是可以表达自己, 如果渴了, 想上厕所, 可以了, 我就很放心地去把他送到这个price school去, 而且疫情也基本上彻底结束了, 所以我就是, 确实照顾家就是这些, 最后一个就是身份问题, 因为我是从加拿大来的, 我也没有OPT, 也没有什么, 然后当时, 我们的那个, 最开始没有考虑活着在哪里, 留在哪里, 所以最开始男生也给我申请这个绿卡, 所以当时我是没有身份的, 我也没法去地方去工作, 我要去工作, 就是去教职和高校里面, 做做博后这一条路的感觉, 要不就是申请, 要不就是这样, 即使是钱H的话, 可能要求的很多, 就是比较难, 然后就是, 做全职妈妈的有什么体验呢, 有心酸, 有焦虑, 更多的是幸福, 就是怎么跟心酸呢, 很辛苦, 很辛苦, 我感觉, 三四年吧, 没有诊教, 半夜要起来, 四五四是常态, 然后自己就是变形了, 整个就感到抗, 然后再就是这个学校很差, 后期呢, 就是焦虑焦虑什么呢, 焦虑自己也没有事业, 就是同期的很多朋友, 你比如说有的进, 当教职了, 进药厂, 收入土高了之类的, 我自己呢, 就是没有, 没有一点点前途, 当时就没有那种感觉, 但是呢, 就是带了孩子三年吧, 确实很幸福, 做缺什么, 对, 我特别容易感动, 我这个人, 挺好的, 挺好的, 嗯, 对, 这就是做妈妈吧, 现在每次想起乡, 就是小宝贝的时候, 还是各种感动, 对, 我感觉我这几年gap挺值的, 不好意思啊, 没事, 然后就是, 结束这个tap的时候呢, 有顾虑的, 就是感觉可能讲的, 想的太好了, 真的吧, 只担心自己, 没事, 嗯, 不照须我一下讲, 就是你先, 你先, 你先, 你先换一换, 换一换, 手喝多水, 嗯, 刚开始接触, 看不到的时候, 感觉很美好, 就是我突然感觉自己, 就是这个黑暗的道路上, 就光亮, 所以呢, 我就最开始, 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想, 我最开始就担心自己想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未来构建的太美好, 就是说, 我自己躺了这么多年, 然后gap了这么多年, 可能有机会去找上, 这么好的工作, 对, 当时就是我的故事, 怎么获取信息呢, 我之前也提了, 其实对友对我的帮助很大, 他一直在帮我搜, 我可不, 我的这个背景, 除了去将来去做什么, 我的事业有什么发展, 然后再一个就是, 也有很多的那个同龄人, 然后有同学啊, 朋友啊, 然后就跟他们去聊, 然后他们就是, 也会给我提供一些信息, 然后再就是小红书, 因为全职妈妈, 其实我会在小红书上搜很多就是, 关于怎么带孩子的, 什么一些母婴相关的东西, 所以小红书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因为我最初跟校长联系上, 我小红书, 在就是微信群吧, 也就是华人有很多的区域, 然后加进去, 大家都会提供很多的信息, 有什么你可以问, 我感觉每行每业, 每行每业,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这个, 乱家吧, 对, 你可以问到他们, 他们就会提供很多的信息, 然后再就是一些主流媒体, 你可以YouTube上去搜, 也比如说你对什么感兴趣, 你就去搜, 就像我对耳朵, 我对找教职, 怎么做教职感兴趣, 他就会去YouTube上之类的搜, 或者谷歌去搜, 会有很多的信息, 所以大家如果已经想知道了, 你就去搜, 这个就绝对是可以搜到你想要的, 不好意思, 刚刚太激动了, 如果觉得这些的职业方向, 就是就按我, 就像我刚刚之前提到的, 我就是想过, 因为就是我们, 我总感觉我们做了, 读了这个博士以后呢, 这个年线就变窄了, 就大部分情况下, 就会盯着一个教职, 然后称诚就是叫我, 就是可能当时还想过一个工业件, 像我下面提到的, 师傅想过本堂的工作, 就是我能想到的就这两个教职, 一个药厂, 因为我很多很多就是, 当时在加拿大读书的, 实验室的相同的一些很多老外, 他们都来到美国去了各大药厂, 做的都还挺好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 中国人可能更, 很多人就是, 对这个教职吧, 就是有种莫名的崇拜吧, 所以这两个职业就是, 每一想过的可能找本堂的, 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本堂以外的, 就是野界太窄了, 然后就是说在找工作的时候, 比如当时接受到太空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就是吸引我的, 不想浪费自己的这个学历, 因为我们太空主要针对就是高学历的一些, 博士啦或者硕士啦, 然后再一个就是特别特别期望有一个收入, 就是一个稳定的收入, 我自己从来没赚过钱吧, 博士期间拿的奖学金, 我认为那不算是自己挣的钱吧, 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了孩子, 有家庭要招募, 特别特别期待一个很好的work life balance, 你像如果说做这个教职, 因为我没有做不了解, 但是如果说你刚开始起步, 但孩子小的时候就做一个伯后嘛, 就特别特别的不好, 这个work life balance, 早上早早的走, 一天见不到, 傍晚的时候回来看, 留睡觉了, 这个是我接受不了的, 所以我在选择自己的职业, 就后来后面就是, 就是在办理之前从来没考虑过, 然后等到接受探论的里面, 就是这就是我想的, 我很心仪的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职业发展, 这三点就会很吸引我, 然后这个, 就是说到为什么会选择DS, 刚开始是不了解, 后来了解DS, 首先我对他的日常工作还是比较习惯的, 我认为我在博士期间, 经过博士期间的培训吧, 我认为是可以胜任, 然后感觉我自己的能力是, 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再一个就是他的收入, 收入当时我们了解的, 那就是我们现在随便点击, 在那个谷歌说一个Data Scientist, 他的收入都是很可观的, 对我来说当然是, 我认为很可观的, 就说他比一个普通的国后, 甚至比普通的教职是比较高, 所以我对这个, 还是很, 就是很吸引我的, 这个还再次就是这个work-life balance, 因为他很多的就是这个remote, 我可以在家居家工作, 甚至是跟之前有朋友, 就是全职妈妈的上岸的朋友聊过, 他人家就是fully remote, 他就是可以早上送孩子上学, 然后下午呢, 早早就可以把孩子接回来, 就是把孩子哄睡了, 他哪怕在工作也是可以, 这个也是特别特别吸引我的, 再一个就是市场的这个, 因为这个行业发展很迅速, 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举个例子吧, 你比如说你一周可以能投到60个这个简历, 你可以一时可以投到, 但是你要是说传统行业甚至, 你甚至可能半年一年, 你才能投到几个, 就是说相对而言, 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 更多的机会去上岸, 所以我就改变这个DST, 他就是说, 这就是说为什么选择他呢, 这个东西是我DST的第一个, 他的口碑, 就是这么多人去, 就是分享, 然后Youtube上, 然后我队友的认证, 就我很兴奋, 我队友说, 他说的我就很相信, 然后就是他的口碑, 然后再一个就是, 像这个CAP, 就是把offer的, 这个让我, 这个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特别吸引, 就是说哪怕, 我感觉我就是, 花了时间长, 别人别找四个月, 五个月, 半年就上岸, 哪怕我就是找一年, 我认为只要就是他, 他就是CAP去放弃我, 他能就是支持我, 我就认为自己是可以坚持下来, 所以这个也很相信, 就是很吸引我, 再一个就是校长的视频,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校长的那个视频讲的, 特别怎么说呢, 慷慨激昂吧, 可能就是符合校长的这个性格, 讲完你听完以后, 我对我听完以后就很兴奋, 就感觉, 嗯, 校长的那个言辞什么的, 让他感觉, 绝对有问题的, 这个, 肯定能找到工作, 而且工资不会太低的, 哦, 就是, 就是,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 我没有去了解任何其他的, 这个TAP, 我就是, 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吧, 感觉接触了以后, 我就觉得, 就来到了TAP, 学习碰到什么困难呢, 困难就是思维转变比较漫长, 因为我就是读了博后, 然后又全日读完博士呢, 思维就已经固定了, 就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博士的思维, 就是由于钻牛角椅盯的一个细节, 然后再来就带孩子, 可能就是BCM的相信, 因为当时就是TAP期间, 一直就是相当于大部分情况, 就是我经常一个人呆着, 嗯, 怀孩子的时候, 我是一个人呆着, 因为队友要上班, 嗯, 我也不适合喜欢逛街的人, 我是一个人呆着, 而生完孩子呢, 因为一起带孩子, 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 就是白天就是带孩子一等天, 所以就是很少找人去交流, 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跟孩子, 所以, 有些思维就已经固定了, 在我进入CAP学习的时候, 有些时候就是, 感觉自己思维转过来, 再来就是学习和家庭的平衡, 就是上了CAP以后, 他那个学习强度还是有的, 你比方说周六, 嗯, 周天上课, 开那个讨论会, 那我就很少能陪着孩子, 带他去, 就是周六周天去, 几乎就能够陪孩子, 因为周六上晚课, 下午有同朋友, 就是CAP的学员, 同学们组织的一些会议, 近大来想去参加, 那就一天就没法陪孩子, 然后那就是平时就是要做作业, 我有的时候就是做作业, 就是晚上把孩子, 因为孩子小, 我一般他睡了, 我会陪着他, 但是自从上了CAP以后, 就没法陪他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 他这个容易生病嘛, 就是刚开始还小, 然后就是会很容易就是, 嗯, 就是把你的这个时间点给打乱了, 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学习会中断, 如果他一旦生病了, 我可能就一两天就没法学习了, 然后再就是一点, 然后就是, 再就是全新的知识盘族, 就是我是真正真正的灵机, 编程一点也没学过, 然后就是对这个编程的思维方面的转换, 感觉自己还是很欠缺的, 然后再就是, 就是因为这些过程嘛, 就是有些不按你的技术, 有些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思维转换不过来, 再一个就是可能经历了三年, 完全三四年完全没有学习的过程, 总感觉自己变笨, 老是不够用了, 所以在学习的时候都就是, 就是, 那种人也感觉, 好像别的同学学一遍就懂了, 同学学一遍就懂了, 我学个三遍四遍才会有感觉, 就是有一种很挫败的感觉, 我是不是太差了, 就是总会确实在怀疑自己的过程中, 因为不管是Python, 是Learning, 那Sikron, 这些全都是新的知识盘族, 跟以前的传统学的, 有机化学完全不挂钩的, 所以就这些都是我遇到的困难, 跟自己想的不一样, 就是当时我就是学的时候, 计划的很好, 就是想着, 同会职场, 然后也是比较有信心, 然后计划的说, 每天学习多少小时, 多少小时, 但是就是不一样, 就是计划会被打断, 因为第一个孩子, 我也不懂的, 就是说他会, 上学过程中会有这么多的小困难,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生病, 生病你可能带大家去看医生, 回来以后还想很依赖妈妈, 可能你两三天就没法学习, 然后有的时候晚上, 因为晚上他就是一般都想要, 一天呛推书上一天, 到了傍晚他就要妈妈照顾我, 他就特别黏妈妈, 这个时候你也就能够去参加, 因为开本里面所有的这个会议啊, 做的就是会员举行的MOP呀什么的, 经验分享全是在了晚上, 我基本上没有参加过, 没法参加, 然后这就是遇到就是跟原来想的不一样, 我当时想的就是说, 我一定要所有的都能参加, 然后孩子上的Police School, 实践都是我自己的, 我可以学很长很长的时间, 就是就是有我, 我感觉我就是上了这个time, 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我抓住了一个救命道场, 就想抓得紧紧的, 就想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就按着他来走, 这些动力很足很足, 但是就是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是跟我刚开始的那个计划, 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就是怎么去克服呢, 后来就是刚开始学习的过程, 都会遇到这样, 后来找工作的时候, 那肯定也是这样子, 所以经历过学习那段时间以后呢, 我就提前做好计划吧, 你比方说今天孩子, 我当时是怎么做的, 我当时比如说今天孩子去Police School, 或者最近你感觉他状态很好, 不太会生病, 就抓紧学院, 把所有的时间就利用上, 就是你比方说平时你原来计划的, 比如说一天学三个学生, 那你看看你今天能不能搭补一下, 学上六个小时, 然后他说如果说晚上睡得稳了, 你可不可以其他再继续学习, 有时候学到晚上十二点一点, 这些都是我的, 我当时就是想到的一些方式, 再一个就是周末的时候, 就是提前我会提前跟孩子讲, 比如说今天就是妈妈学习啊什么的, 你跟爸爸就提前会给孩子, 因为之前我就是全职妈妈就是, 基本上每一天每一刻都是跟妈妈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要给孩子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吧, 所以等到今天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要花的时间更多了, 然后我就提前给他准备好这些, 就是说好让孩子有个心理准备, 再来我说的所谓的阿特, 就是自己去麻痹自己吧, 就是自己去, 有的时候比如说明明就是你没做好啊什么的, 你还会给自己找一些就是缓解的渠道吧, 因为不然爱人会很大的, 然后自己去说服自己, 自己去安慰自己, 然后就是跟同学聊的时候也可以就是, 同学他们都很好, 也会不断地鼓励你, 所以这就是我能想到的科目办法, 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除了这些我也没有其他可以想到的办法, 全职妈妈出发的这个, 出发职场会碰到哪些困难呢, 这个困难是很大的, 首先就是缺乏自信, 不管是整个心理上还是这个身体上, 这个自信都是很缺乏的, 像我现在就是, 这个外形还是很不好的, 就是有点, 我感觉有点烫, 然后就是就是带孩子的时候呢, 时间很少, 就对比自己的时间很少, 你不会去想着去怎么收拾打扮自己啊, 就是比如说每天洗个脸啊, 梳个头啊, 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头发一揽, 就开始带孩子了之类的, 孩子就是哭了闹了, 就是叫了, 你都得就是随时出现的那种, 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 所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会有点缺乏自信, 我感觉我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就会有点缺乏, 尤其说起来就是自己一直也没有事业, 然后接触事业很少, 你事业要在不断的变化嘛, 外面新鲜的事物我都没怎么接触, 就感觉, 就像第一天CAP, 第一天大家上课的时候, 大家, 我以为大家是会用重文字我接到, 速度上来的第一个, 大家开始硬的接到, 我就懵了, 倒不是说就是没法用重文字我接到, 就是说自己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然后又担心自己说的不好, 然后二十几个人一起上课的时候, 我就心里有点发怵, 不感觉就是在这个速度里面跟大家说话, 这个反正是我碰到的, 可以去罢自信你, 然后再一个就是表达, 就是我感觉我词汇很匮乏, 因为我在跟孩子接触这几年, 就更多的用的是让他们听懂的, 然后很简单的词汇, 然后呢更多的就是声音上, 就是跟孩子讲话嘛, 你尽量做到就是让他等, 让他感觉妈妈很温, 然后就是词汇表达的不是很深奥, 然后就是表达的时候, 就感觉说话就是说的不是很到位, 太过于简单了, 甚至就是表达词不达译吧, 然后就是碰到哪一分呢, 就是你在你, 就是像我跟举道的说, 不管是学习, 还是折头节力的过程中呢, 我就是会占用很多很多的时间, 像周末就不可能说, 就像学习的过那一半年, 就没有机会带着孩子, 或者跟着队友一起带着孩子去, 去其他别的城市里走走呀, 去带孩子去玩一玩呀, 就很少, 就只有队友一个人带, 然后就是家庭平衡这方面挺难的挺难的, 尤其我只有一个孩子, 我就特别特别想, 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 我就是始终记得, 就是孩子就是跟我们见行见远嘛, 慢慢长大, 所以就是, 就是在平衡家庭这方面也是很纠结, 所以我就白天的时候, 我呢还是尽量去陪孩子, 然后争取找到就是晚上, 不需要陪孩子的时间去学习, 对, 这就是, 然后就是这个, 如何克服呢, 就是这个缺乏自信, 就是能做的只能是多练习, 多说, 多想的, 就是我这个过程中, 多练习, 什么练习呢, 就是你比如说你自己有一个, 你像我们在这个学习工作中, 不断地会自己组成一个小团体, 三个四个五个人, 大家呢, 你就跟他们可以一起在啊, 什么呀, 一起聊天, 一起说话了, 然后, 然后那个做那个presentation, 做那个final project, 就做那个presentation, 这个时候呢, 你就争取, 嗯, 就是说你要一定要去讲, 不要说, 嗯, 哎呀, 我有点害羞, 我不想去讲, 那对, 要那个我的那个partner去讲, 嗯, 就是不要这样, 我就是, 哪怕你讲的不好也没事的, 然后, 嗯, 就是多多练习, 多说了, 就是说你找人聊, 哪怕你就是很多年不联系的朋友, 然后就是说已经工作了的那个同学, 或者哪怕你就跟你一起的导师, 发个邮件都可以, 就是从这些小事, 就是你感觉就是可以, 可以做起来的这些小事上做起, 你像我就是, 嗯, 也会跟自己的pc导师联系, 偶尔联系一些发个邮件嘛, 然后跟我一起的同学, 然后聊天啦, 然后跟队友聊天, 聊聊就是说外边的那个他的工作怎么样啦, 然后跟, 比如说我出去逛街的时候, 到了商场, 我会碰到别人的那个收入员呀, 我会争取去多说一点, 就是让自己找一找感觉, 然后就是, 他就是多想, 多想我这怎么, 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 比如说我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我会找以前的学员呢, 这些, 简历啦, 或者听他们的这些分享会, 然后他们说的那个, 我认为重要点我就会记下来, 记下来以后呢, 我就想, 这个点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会怎么去想呢, 我会怎么去做呢, 就是, 也不一定说他讲的每一个你都记下, 就是你就, 就去听, 你听完以后, 看看哪一个可以抓住你的这个耳朵, 你就把那些就是记下, 然后你就去针对某一个点去思考, 锻炼锻炼自己的想法, 然后像找工作的过程中, 你就看, 就是看那个JD之类的, 任何资料都可以, 就是让你来发展一下思维, 对, 这个就是, 我, 我就是慢慢慢慢让自己这个思维, 能回到线上这个做的东西吧, 就是, 然后这就是, 比方说我把别人的简历拿出, 就是我们以前的学院, 优秀的学员简历拿出, 我也会去看他们的简历, 然后针对他们简历上的一点, 点每一点, 我说如果是我的话, 就是想嘛, 想如果是我的话, 我在这方面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 他这个工作经历跟, 有没有一点联系啊, 我, 我, 我感觉我自己这点做得很好, 就是, 哪怕他简历的某一个词, 我感觉我跟我自己有关系, 我都会把它标出来, 他们的简历我都是打印出来, 然后我定好放到自己的旁边, 然后时不时我就去翻去, 因为他们的简历都是已经经过, 就是千锤百炼了, 然后就是, 就是真正的精华了, 我看他们的简历的时候, 我就会让自己的脑海有一点, 就是对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整体, 这个大的这个, 就从这个high level, 这个有所有所把握, 就是对我的后续的学习, 成功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家人的支持就是, 就是一定就是, 是不是要跟自己的这个队友, 或者说自己的先生就是去聊, 他毕竟是一直在职场上, 因为他也就是孩子的爸爸, 他对你有的时候的一些经历, 他也能感受生受, 然后他就可以就是站在你的角度, 去帮你去分析一些问题, 然后我感觉这方面对我做得很好, 然后就是心理建设, 也就是相当于就不断地暗示自己, 毕竟大家都是经过, 像中国的这个教育经历的吧, 考战来, 然后本科硕士博士这么多的教育, 肯定就能读下来, 能学下来, 尤其在发一些文章, 就是不是很差的, 每次每次就会都会去, 给自己一些心理介绍吧, 尤其就是, 我就每次会想起来, 最初跟校长就是, 就进入CAM之前, 不是跟校长要有个面试吗, 就每次最初最初跟校长聊的时候, 大怕我当时把我自己的这个, 我做的这个项目, 讲得特别特别差, 校长听着稀里糊涂, 压根不懂, 但是他还很坚定地跟我说, 就是你肯定没问题的, 就是我每次就会往回想, 我就想着, 校长接触我就是接触过这么多的学员, 接触过这么多, 就职场上这么丰富的经验, 他说行, 那我肯定就是行的, 就像我们现在这么做, 如果要说哪个hire manager把你招进去, 对吧, 那说明你就是行的, 我就是这么想, 就是不断地去给自己, 肯定自己的优势, 肯定自己的优点, 然后再实际想象别人对你的肯定, 就是相当于来自外界的认可了, 然后我就通过这些方法来, 克服自己的一些困难吧, 找工作的过程中, 有什么信息体会, 就是感觉自信真的很重要, 就像我最开始面试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不自信, 就是尤其就是说别人问到, 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 就是这个工业界的工作经验啊, 这完全是零嘛, 没有的, 我就会很心虚的, 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直接给别人就说啊, 没有, 就是就完了, 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 别人就是问得去就完了, 就是很没有自信, 很心虚, 然后简历上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认为自己可能学的, 不是很到位, 虽然我一直跟着看, 但是就是, 我也不知道是自己认知问题呢, 还是觉得说, 我确确实是学的一般, 就因为是在当时嘛, 也没有人去业证这个阶级学的, 所以也是有点点心里不是很自信, 感觉这个你让我, 比如说我拿出来一个random forest这个问题, 别人讲一讲, 就是我就感觉, 我要是是不是讲的不完整, 讲的不深刻, 再加上这个英语语言的这个问题, 就感觉不是很自信, 每次尤其是最初的一月二月面试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的面试机会也很多, 但是不自信你就错过了很多的结果, 再一个我说的就是真诚, 真诚是什么呢, 就是我面试完以后, 我体会到的就是, 首先你最起码要对人家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 要是用所了解, 比方说别人问谁, 你为什么学我们公司, 就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体会到这一点, 就别人, 每次别人问我为什么选他们公司的时候, 就说的很套话, 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喜欢Data Science啊, 或是你个公司的文化, 就没有真正的去体会, 直到我最后就是面试这个拿到Offer的一个公司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做, 他是一个跟孩子, 他是一个children house配合, 然后做孩子的, 尤其是他很多, 很大一部分也是针对的就是Medicare的, 就是家境15D的, 或者是残疾小孩的一些一个机构, 就我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面试这个时候, 我就我当时确实很真诚, 我作为一个妈妈, 就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感觉我对这份工作真的是很醒, 因为我是个妈妈, 我因为有自己的孩子, 就是然后我为什么喜欢上公司, 我就是我感觉我当时讲的就是很, 我自己就感觉很满意, 就是我说的是真诚, 就是说, 就是说,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不要单纯的时候, 你想找工作怎么样, 你就去, 因为面试, 为了更好的准备, 你也要去都去了解这个, 了解一下, 然后就是能尽量的就是说, 你当然, 你这内心的真诚和你表现出来真诚, 都是需要的, 你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内心的真诚, 你发现表现不错, 你会表现就是说, 用一些更表面的东西, 你至少把别人的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些, 业务不是说全了解的, 怕你就是只了解了一点点, 你就把那一点点说出来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去了解它, 然后去想一想, 不要就是, 你只要感觉我偷个工作面试的就, 然后我说的表达完整就是, 我跟你说的刚刚就是, 比如说别人问什么, 问我说, 你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呀, 然后你就说没有, 然后就完了, 就没有一点点展开说, 你可以跟他解释一下, 像我后来面试的时候, 别人问的时候, 我说, 我确实是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因为我就是毕业了以后呢, 我就为了家庭, 我就为了孩子, 我就出现了这个career break,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讲一讲吧, 你比如说, 但是那我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但是这几年做了什么, 我提升自己怎么怎么定, 我认为我哪些方面也是可以胜任的, 就是说, 不要干巴巴的, 就像我下面提的, 问一句, 答一句, 就是没有一天后续, 你要讲得完整一点, 我更是, 就是, 夸张眼神就是好好讲一个故事吧, 把你自己的这个, 为什么会有gap呢, 或者是你这几年的经历, 你可以跟他讲一讲, 我后来面试的时候就是这个做了, 所以我后来的那三个, 那几个HRM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个, 能拿到吧, 之前的HR面试就是很干巴巴的, 没有一点, 没有一点, 就是没有把它丰满一点, 所以感觉面试都很一般吧, 然后有什么深刻的经验教学就是, 不要去assume整个这个面试流程, 他面试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就是像我面试的时候, 最后面试的时候, 第一次面试, 但那个因为, 因为我hRM的时候, 我想他可能上来让我自我介绍, 然后呢, 让我就是讲一讲, 我的这个, 也就是我的工作背景啊, 但是有一次呢, 上来以后一个人就, 就上来就跟我说, 你跟我讲一讲你这个简历吧, 就是说他没有让我, 就是我, 这个是, 当然可能是我的工作, 我的那个面试经验太浅了, 我没有精力, 所以他上来就是, 直接就是傻也没说, 也没有介绍到自己, 也没有说什么的, 也没有问我说, 也没什么希望, 我们公司也没有说自我介绍, 直接上来说, 嗯, 你跟我讲讲你的这个, 你的简历吧, 然后我就, 因为我之前没有准备到, 不知道当时, 就是面试经验太浅了, 没有准备到, 这就是因为我期间assume的就想, 他可能会要不自己介绍, 公司要不就是我介绍, 然后才会有接下来的, 然后他让我讲的时候, 而且我当时就是有一个, 差点一点就是, 没有准备好就是, 根本就没有, 把我的那个简历打印, 放到根底, 所以别人让我讲的时候, 脑子就突然一片碰满了, 就是我就感觉这个, 这个, 嗯, 这个经验教育很深刻, 等到一至于等到我后面, 就是经历那次以后, 我就, 嗯, 就准备了很,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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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完整的一个文章, 把我的简历每一点每一点, 我想介绍的都讲出来了, 都写出来了, 后面确实也经历了好几次, 就是别人而讲, 那我, 因为我准备了, 所以我就, 我就讲的很, 我感觉讲的很, 很完美, 就是, 但这个还是要跟其他的, 这一点也不结合, 但是就是, 就是, 嗯, 上来的时候, 不要去, 做好充分的准备吧, 然后面试的时候, 不要就是, 就跟我之前说的, 不自信, 缩头缩尾的时候, 缩头缩尾, 别人问说, 你们这方面的经历, 那么写到简历上, 就是有的, 嗯,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 就是我写了一个NLP吧, 然后别人就, 我当时没把简历放在那里, 别人问说, 你有NLP的经验, 是不是, 其实我就是有一点点最基础的知识, 然后很心虚, 不敢去做, 嗯, 然后就, 就说的很蒙特俩可, 甚至最后就有一点就出现了, 否认我有这个NLP的经验, 然后别人就愣住, 就愣了一下, 然后就, 嗯, 接下来再继续, 但是当时就是肯定你就, 肯定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不太, 肯定是不好的, 所以就是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不有, 没有就是没有, 写在简历上的东西, 就是有的, 然后你说的不好, 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的经验, 然后就讲话不连贯, 这个可能就是因为自己交流的, 就是英语, 再加上这个交流能力吧, 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因为有GAP, 没有职场的这个经验, 然后, 嗯, 你GAP今天跟别人交流的这个, 嗯, 机会也比较少, 所以就是讲话很, 讲话的这个意识很差, 就是你听之前GAP同学的分享, 就会有的人交流能力会很强, 所以就是, 嗯, 你可以多听, 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听一听, 有的人交流很好, 讲问题的时候讲得特别清晰, 你就可以多, 多模仿一下, 多学一下, 然后这个问一句答应, 这个经验交流, 其实就是我上面的那个表达, 表达就是不完整, 你比如说别人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啊, 别人问说, 啊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你说嗯, 我有, 然后就完了, 然后别人问说,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你说永大, 我在哪里做了, 然后演完了, 然后就是很干, 很干, 没有一点点褪色的这个情分在里面, 特别干, 一个字两个字就把别人们给答了, 我遇到, 我就是最开始的面试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 你会发现, 一场问一句, 你过来问一句,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冷场, 别人可能还在等你说成, 但是你感觉你已经表达满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忌讳的东西, 在面试的时候很, 我感觉会很严险, 很影响的, 然后就是怎么去面试, 有什么心得吗, 就是多分充分, 多分比比较充分吧, 我有看这个, 校长当时呢, 就是给大家这个面试的一些, 就是看内部有那个面试的一些课程嘛, 我也有看, 也有他的那个准备, 我也把读记的笔记, 但是看了一遍, 我发现, 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 尤其面试几个以后, 你又把这个, 重点又不要放了, 以为自己就好像已经可以了, 就是不需要去那么准备了, 但是呢, 面外又发现, 不行, 还是不行, 就是说, 经常会以为自己可以的, 不用做那样完全的准备了, 但是实际上, 你面外发现自己根本就没补备好, 所以充分准备, 比如说你把你的简历打开出来, 你把JD弄出来, 不好意思, 甚至就是说你面试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 把自我介绍, 因为很多都是打电话嘛, 就是你看不到你, 你把自我介绍放在哪儿就可以, 不是说照着图, 就是说, 你可以就是在跟别人就是讲, 自我介绍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这个点我应该说到, 那个点我应该说到, 就是对自己有个提醒, 就是一定要把这些都准备好, 我认为就是这才是充分的准备, 你看我后期有个生命室就, 简历又不再跟起来, JD也不再跟起来, 那这个公司的文化也, 就是看完以后就感觉自己好, 其实没有, 就是准备的不好, 要准备充分一点, 这个是太重要了, 然后JD里面的内容, 我其实我经验不是很重复, 因为毕竟我的那个转发力也一般, 但是呢就是我自己的体会, 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 JD里面有很多的关键词, 就看他反复提到的关键词, 让我面的很多, 就是跟risk相关的, 比如说front detection,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些公司, 他那个, 他不一定说, 就front detection, 就是方方面面, 就是行行业都会用到, 就是finance, 这个healthcare, 还有有些那些网络公司, 就是那些network之类的公司, 他都会用到, 然后就是你就, 你就会发现, 就是他那个JD里面, 就反复会强调, 最初的描述到这些, 就是什么responsibility, 就反复会强调这些词, 那么这些词就是肯定就是你在介绍, 不管是自我介绍啦, 或者你在讲项目的时候, 就要反复提到的东西, 因为这就是抓别人眼球的东西, 就我面试的时候, 比方说那个HR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按这样准备的, 基本上HR都会都很肯定, 基本上都会有, 就是他说, 我节力说给HRM拉, 或者说我拿到直接拿到HRM, 就是如果按这种去准备, 所以就是也是准备充分, 把一般JD里面的内容, 一定要研究的透彻了, 然后就是围绕这个关键词, 去融线自己, 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因为我是CAP选择项目的时候, 我也选择了这个Flaw Detention, 然后我发现我的这个面试的时候, 就是跟这个Flaw Detention相关的, 就特别特别多, 然后你就在面试的时候, 就不断的去要去体现你这个, 你这个跟Flaw Detention相关的一些东西吧, 然后我说的这个地方, 面试都不断调整就是说, 就是说就是在后期, 因为你已经就是像我, 最后也算是收敛了, 因为没关系找我的就是, 大部分都是Health Care的, 然后再又是其他行业的, 也主要就是跟Flaw Detention相关的, 而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要不断的去调整你的这个, 自我介绍, 或者说你这个项目的这个, 怎么去讲你这个项目, 因为你在面试过程中会有, 你就会发现别人不断有一些反馈, 你这样比方说, 我面了一个HM, 他就是两个HM, 他们都会问到就是说, 你做这个项目, 这个Big Challenge是什么, 就是这些问题就是, 所以这就是校长, 为什么说大家要把面试的问题给记下来, 就是你把这些问题记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不断的去调整, 你在面试过程中说的内容, 甚至就是你可能会不断的去调整你的解历, 就是根据你面试过程中碰到的这些问题, 这就是我的一些经验, 然后如果说再来一次的话, 我去, 我会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就是多聊吧, 我说的这个聊就是指的是任何人, 因为我们就是, 尤其是, 就是尤其是有很长GAP时间的妈妈呢, 她更多的针对的是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家庭, 跟这个职场太少, 所以你可以怎么打开呢, 就是最初的一步, 你就可以跟你的队友去聊他的事业上面, 聊他的工作中碰到的问题,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 你就哪怕你不出去跟外边的人聊, 你在碰到, 就是GAP里面碰到学员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们聊, 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过去的一些经历, 这个聊并不是说你要增加多少的这个专业知识, 这个聊就是让你把你的画夹子打开, 让你的这个视野更开阔, 你就是哪怕你会面试的时候, 别人跟你寒暄的时候, 你都有话可聊, 不然的话你就感觉就是脑子一片空白, 不知道跟别人去寒暄个啥, 然后这个更耐心的就是可能就是更多的心理建设法, 因为在学习和蔑视过程中, 我时不时就会, 不断就时不时就去怀疑自己的这个能力了, 然后在学习的, 比如说最初我学习嘛身边你的时候, 因为很多问题都是要你自己去上网去查去搜, 而我搜到最后的时候就会, 就会有点小崩溃了, 就是感觉我是不是学不适合学这个, 我查不到的答案, 或者是找不到我的解决的办法, 就会很不耐心, 很烦躁, 但是现在回来想想, 其实在你就即将崩溃烦躁的时候, 那就是答案就要来的时候, 就是能更耐心一点, 给自己更多一点的时间吧, 更早的准备就是, 我是感觉就是, 如果你下定决心要转行, 就是早早的去了解这个行业, 早早的去, 就是可以看别人的分享, 或者早点, 如果你有报CAP的这个想法, 就早点就跟CAP联系, 哪怕就是比如说你要报秋季版的, 甚至冬季版的, 哪怕是明年的, 你就可以早早的就是联系, 早点加入这个群体, 然后能做好规划, 然后把就是跟更多, 因为你跟更多的人聊, 你就会想到, 以后可能会碰到什么的困难, 然后我就会更好地去解决, 去做一些备学的计划, 这样的话, 对你后续的学习, 因为后续学习的强度会比较大, 你要是早做准备的话, 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更, 准备的更充分吧, 时间利用的会更好, 就不会就是到时, 就是混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抓狂了, 然后就平台人物, 就浪费了一些时间, 对, 对, 对重划职场的妈妈的建议呢, 就是之前说的, 早做准备吧, 哪怕你孩子现在很小, 比如说你几个月, 半年一年, 哪怕你又想着, 我计划孩子两岁半的时候, 重回职场了, 那么这, 两岁半的时候, 那么这一年半你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早早的规划起来, 就是一定要提前, 不要说, 我现在也想上, 就是想转行, 就是想重回职场经历, 我现在就要立马去, 这个太难了, 这个对我们来说挑战很大了, 当然能力很强的人, 就是普通的, 像我一样的这样的职场, 要提早的规划, 早早的做计划, 不要焦虑, 就是我认为就是提前, 任何事情提前有个计划, 你哪怕你就是不按这个计划来, 你就是能不懈地靠近, 向这个计划去靠近, 你就已经很成功了, 就像我, 我就认为, 我在这方面, 我可能做的, 我感觉我做的比较好, 我会给自己定计划, 但是我不会规定自己就是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做到跟这个一米一样, 哪怕我跟他差了一大截, 但是我只要我有朝这个计划前进, 我就感觉自己做得很好, 我就去肯定自己, 对, 然后就是, 对, 就下面说的避免焦虑, 多多的肯定自己, 在这个过程, 我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肯定自己是一回事, 然后队友肯定自己也是一回事, 他经常肯定, 就是学习能力很, 他认为学习能力很强, 很聪明, 然后呢, 他说把家庭照顾的很好, 把孩子照顾的很好, 就是, 就是, 你自己肯定的同时, 也要得到外界的支持, 然后像我在, 找工作和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 也有自己的小伙伴, 他们都不断地去肯定, 有的人夸伙说, 你会发现你讲东西讲得很好, 讲得很清楚, 或者说他们说, 我跟你聊天很愉快啊, 这些都是对我的肯定, 让我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然后我在跟他们学习的过程中, 比如说做, 就是做presentation啊, 或者说跟他家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会就是说, 我认为你学得很扎实, 你很好, 这都是来自别人的肯定, 这些很有必要, 所以就是说, 早早地加入一个团体, 然后不要让自己一个人, 就是路路地前进, 别人的肯定很重要, 很重要, 哪怕就是像我, 这里我提一下如奇, 我跟他最初的时候, 我跟他, 你就是住不聊天的时候, 他说, 我发现你很漂亮呀, 或者说, 就, 其实这个东西, 真的是太小半样的事了, 我自己两个都没有考虑过, 我还从外心上, 还能忍住增加点资讯, 因为确实妈妈的几年, 也没就是捧头顾面嘛, 但他就这么一句解答, 反正我感觉, 特别特别的开心, 然后就感觉, 可能看来我还是不是说, 很狂脸婆的那种感觉, 然后跟别人聊天, 像就是camp里面的, 就是很多小伙伴, 就是当然只能跟我经常聊, 他们会夸我说, 感觉跟我聊天很开心吗, 或者说跟我聊天, 我也会经常就是鼓励他们, 就是他们这些小小小的这些, 就是对话, 对我的知识也很大, 让我就是更有信心, 去跟别人去交流, 对, 然后就西里安是, 也就是之前说的就是, 我是一个PhD, 我上了这个东西的学, 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校长呢, 让你进入这个看, 那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能跟同学之间, 愉快地进行交流, 探讨问题, 那你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不断地去暗示自己, 因为我们就是, 最主要就是, 我们就过自己心理这一关嘛, 所以在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认为, 我认为只是心理暗示, 尤其是对自己, 心理暗示, 自己对自己的心理暗示, 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 所以我就是, 希望这些小细节能帮助到, 大家不知道今天有多好全职办法吧, 希望能帮助你吧, 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个切身经历吧, 我这个就讲完了, 可能有点小啰嗦, 好, 我觉得这家应该非常有关注, 对, 那个, 所以你还有时间回答一些问题吗, 我可以的, 已经这么晚了, 不好意思, 我讲太多了, 我有呢, 我有时间呢, 我觉得讲非常好, 非常好的, 很多非常多细节, 都是心情经历细节, 这个讲的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对很多同学, 都很有关注, 那所以你这边站着吧, 你停止share, 我这边share我的screen, 然后呢, 我们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好的, 好的, 我讲太多了, 没看时间, 没有没有, 你这讲的非常好, 我觉得很多同学都, 你看他们一直在这边待着, 他们就是觉得这个讲的, 我觉得特别有很多, 只有那个妈妈们才能理解, 比如这问题里面就讲, 对吧, 你看有个跟你同意, 就是咱们CAM同学嘛, 他就说, 老师第一个, 你本来就很棒吧, 对吧, 那个, 他并不是夸你, 真是真的很棒, 对吧, 就是那个, 所以说你看他也说了, 他第一次听你报告interview的时候, 就觉得你这个offer就是应得的, 你的你的这种气场啊, 各种感觉啊, 那肯定大家的那大家觉得非常舒服啊, 然后呢, 有同学问, 你看问问问题的同学是, 他听完以后也觉得非常感动了, 然后他自己, 他是他是这同学我知道, 他是快他应该好像是个男生, 他快做爸爸, 嗯, 然后你讲他就很感动, 然后他说他我想问你的问题是说, 你的是哪, 你的visa是什么, 嗯, 我这是, 我后来是h4了, 然后但是就是140过了, 所以我可以拿到h4的这个ead, 对, 是h4ead对吧, 对对, 因为这个同学, 他那个在, 上次我去新的习的时候, 他跟我聊了一下, 他现在也是在筹身份的问题, 啊, 所以说他, 所以你的身份是那个h4ead, 对吧, 对, 那你的那个healthcare这个组织是非盈利机构吗, 对, 他是个非盈利机构, 就是我现在就是不是很确定, 他就是, 因为是我, 他最开始我在网上申请的时候, 应该有提到说, 我可能可以直接工作, 嗯, 我显得当然是可以直接工作, 但是就是从我面试, 最初的面试到最后入职, 从来没有问过, 究竟你今天你是什么身份, 你可不可以工作, 就是说, 没有问过跟这个, 就是工作许可相关的任何一点东西, 一直到就是我, 就是已经, 我已经开始那个orientation了, 然后他们才就是让我网上填一下, 就是跟I94, 就是跟这个工作相关的东西, 所以我在思考着, 难道如果我需要办身份也, 他们也会给办吗, 我一直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但是就是, 对, 最后才问得我这个身份问题, 啊, 就我们的经验是会, 会有些, 有些公司是会对这个要求, 但是可能healthcare这方面会好一点, 特别是你这个非盈利组织, 对这位同学应该很有吸引力, 这位同学很想马上转韩, 但是他现在就卡在身份上, 那非盈利组织的话, 应该是, 就是他可以提供那个non-cap H1B, 但你不需要, 对吧, 但是有些同学的同学不需要, 对, 你可以了解一下, 对, 对, 我觉得这同学可能会不会来找你, 可以, 没问题, 然后还有同学问说了哪个视频, 但我们不让这同学问的上下文, 是可能是校长, 他可能指的是校长最初的那个视频, 就是校长一个人出镜, 然后就是可能是最初, 你往早或者到时候我发给你也行, 就是最初的有一个视频, 就是校长分享他, 他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 他面试走了哪些弯路之类, 对, 那这个同学你可以加入我的微信群, 对吧, 然后at我一下, 然后我们把那个视频发给你, 然后那个有些人问说, 你项目中最经常被问的项目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背景, 我也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这个, 这个Machandering相关的经验, 我自己博士期间的那个项目, 我也就是去乱了一下, 但是那个就是太深奥了, 就是我跟你之前讲的, 就是这个有机合成, 对于很多人他都是不懂的, 所以, 而且我也提到了我这个简历上有写, 这个for detection嘛, 所以面试的时候很多很多, 他们就更多的是针对这个, 就是CAP的这个项目, 就是因为他是放在我最前边的那个项目, 嗯, 这是CAM项目, 所以讲最后是CAM项目, 对吧, 对, 对, 嗯, 好, 然后, 那个有同学问你说, 你有这么多的面试offer, 你是海投的吗, 不是海投的, 对, 就是最开始CAM, 就是让大家就是火力侦查嘛, 然后我就是火力侦查, 不断的投, 最开始一, 像一月二月的话就, 他们是最低要求是投五十个嘛, 但是我就会投的更多一点, 我就感觉, 我认为就是找工作的过程中吧, 最重要的肯定是投简历, 投不出去, 你就没面试, 其他的都是, 都是就徒劳, 所以我就每天就把投简历放在最重要的一杯, 嗯, 我会早上起来就投一轮, 如果我吃饭的时候投一轮, 晚上包饭的时候可以再看一看, 如果有我还是会投, 对, 我就会一直投, 最开始的时候, 后面的话, 就是职位感觉相对少一点, 但是我也是尽大量努力去投个五十个, 嗯, 我的, 我的宗旨就是跟着CAM走, 就是按照他的要求, 这个因为是我的, 我就自认为他是一个我的一个救命稻草吧, 我就想紧紧的抓住他, 所以我认为我就按他做了, 我再找不动工作, 那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大法进入什么问题的, 不是我自己的问题的, 嗯, 如果按我们说的错, 还找不到工作, 那肯定是我们的问题, 对, 行, 然后你那个, 你应该提到说, 根据JD里面的内容, 去找关键词, 那投的解例的数量很多, 怎么可以做到每个JD, 都把关键词看一遍, 这个不是说你投的时候看, 我投的时候我是什么都投, 只要有DS我就去投, 但是我指的是就是你面试, 因为面试不会是那么的多的, 对吧, 你就是, 你像我近年的话, 可能一周最多能是撑死三个, 那你一周还没有时间去研究三个JD吗, 对吧, 而且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你去研, 后面你去可能扫一眼, 就是你就完全已经有经验了, 你就已经就, 很说梦说漏了, 你看一眼你可能就, 嗯, 这个东西我应该在这儿一发, 发力或者怎么办, 可能就会有经验了, 就会好一点了, 我指的是就是, 有面试以后去研究他的JD, 而不是说你投典力的时候去研究JD, 对这是非常好的, 对, 有同学问我说, 有同学问出我的微信, 就是跟他那个说要视频那个, 这位同学你先加入我们微信群, 然后你, 你, 你就发个信息吧, 反正我都看得见, 完, 然后, 那个有个同学问说, 那个, 那个, 你是那个EAD, H4EAD吗, 对的, 对的, 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学的同学, 他想问你一下说, 当时你网上申请的时候, 选了是否需要sponsorship的时候, 你选什么, 需要, 你就是需要什么, 就是在那个申请, 申请工作的时候, 或者跟HR聊的时候, 有些HR他会问说, 你是否需要sponsorship, 你怎么回答, 这个东西, 你像我的这个情况就是, 我是其实我在申请工作的时候呢, 我的H4EAD还没有下来, 我的那个, 我是, 我看我是2月份下来, 我是3月还是2月份下来, 就是说我在前面大批的, 申请的这个过程中, 还没有下来, 但是我已经提交了一段时间, 我当时是这么, 我跟他们说, 我是不需要sponsorship,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就是, 我如果有offer的, 我可以去, 我就是去催, 因为我已经提交了, 一段时间了, 我是这么想的, 我说我可以去催, 我尽量地去催, 甚至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说, 大家也说了嘛, 最开始的时候, 没有面试机会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我是不需要sponsorship, 然后, 我的最初想法就是到时候去催, 我也没有其他的方式了, 就是拿着这个offer去催, 对, 我觉得就是说, 不需要sponsorship,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不需要, 对吧, 对, 对, 其实, 没标准解释那么细细, 他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但是, 本质上就是不需要, 对, 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就是尽大量都面试, 然后接下来两个问题, 就是一样的, 就是说, 最近有gap, 他想问就是说, 面试过程中有人问你, 这个gap这个问题吧, 还有你简单, 我遇到了很多, 很多是吧, 那怎么回答, 我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别人一旦问到gap, 我就虚了, 嗯, 就是很, 自己自我焦虑了, 自己怀疑的, 然后, 然后就是, 嗯, 就是会很简单的, 是有gap, 然后就接着别人, 那你毕业以后, 有没有工业界的经验呢, 我说没有, 就两个就是否定的, 然后就, 就, 就我感觉就黄了, 就是自己打击也很大, 后面慢慢面试多了以后, 我就会, 不会干巴巴的回答他, 会直接跟他们讲, 我说, 嗯, 我说对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简历上, 我有gap, 嗯, 我是, 然后这个时候, 我强调一下, 自己是有phd, 对吧, 我说我phd毕业了以后呢, 是讲一点情怀嘛, 而为了自己的家庭, 对吧, 因为, 如果你像我跟他说, 我是从加拿大木过来的, 为了家庭, 支持另一半的事业, 紧接着让我为了自己的孩子, 对吧, 然后紧接着呢, 疫情又爆发了, 我就把这串成一个故事讲, 所以, 我就, 嗯, 我跟他说, 疫情爆发了, 我也不可能就把孩子, 那至于这个风险之中, 所以我继续决定, 就是做一个全球的妈妈, 但是虽然我做了一个全球妈妈妈, 但是这个过程中,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在全球妈妈之间, 过程中, 你认为你增加了某些很优势, 你跟他说出来, 比方说, 我会跟他说, 我说, 嗯, 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认为我就是在这个时间管理能力上更强了, 或者说, 我认为这个交流能力, 我会可以跟他说, 为什么是我的交流能力强呢, 我可以跟他就是说, 因为你要跟一个孩子去交流, 这个时候呢, 你像跟一个孩子交流, 其实挺难的, 对不对, 你让他就是能听懂你说的, 就是从你的交流过程中增加自己的这个能力, 语言能力呀, 或者是成长很重要, 我就会把这些给他们说了, 而我说, 我虽然这些, 然而我也有增加自己专业方面的能力, 你比方说我会说, 上一些课呀, 或者是参加一些community, 就是把这些, 就是你帮他说完整, 不要说, 啊, 对, 我有cap, gap, 哦, 对, 我有那个啥, 不要这样去说, 你就是说, 可以就是说, 很立马, 那个就一笔带, 我很立马的就会把你的这些, 你的优势, 其他的经历赶紧给他讲过来, 把前面那个盖过去, 不是这种感觉, 嗯, 然后呢, 有没有问说, 你用什么网站来找合适的工作呢, 我就是用linkin和那个indie, 嗯, 就这两个, 我最开始的时候, 我只用linkin, 嗯, 因为最开始不懂, 我因为这个easy apply, 就是可以的, 啊, 投很多, 很喜欢这个easy apply, 对, 很快就达到要求, 也很轻松, 后来感觉, easy apply的那个不太好, 就是还是要去网站投, 后来我感觉这个indie的就是, 拿发indie的这个, 你就用他的那个easy apply, 就很简单的, 就不需要填很多, 他那个回复率也高, 就是indie的, 所以我就是, 后来有一段时间, 就先从indie的开始投, 投完再去这个, 这个linkin投, 而且我发现这个linkin, 你搜这个关键词, 你就是搜一个data scientist, 他会出来一堆乱七八糟的, 你会要, 需要你翻一番个, 七八页八九页, 才会找, 就是, 把那些职位能找齐啊, 或者什么, 就是, 所以我后来就是, 更倾向于去indie的投吧, 但是两个我都有投, 反正就是增加自己的这个机会吧, 嗯, 对, YouTube有个问题是, 问那个简历, 是不是用一份简历去投, 我觉得这边, 你就回答了, 应该是一份简历, 对吧, 对, 我就是一份简历, 只是就是你在面试的过程中, 后面你可能会要去优化它, 但是不是说这个用这个那个, 其实说句实话, 哪怕你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不同版本的简历, 你投了投入你会乱, 你还不如用一份简历跟简历, 对, 有道理, 嗯, 行, 我们回答最后个问题吧, 这时间也不早了, 就是说, 呃, 呃, 他非常想问一下, 你现在做这份工作, 每天工作强度怎么样, 呃, 做科研的时候比怎么样, 嗯, 科研的话, 我因为没有博后的经历, 我只能从这个博士长出发是吧, 然后就是说现在这个工作, 这个强度吧, 因为我现在是处于刚入职, 第三种, 因为就是, 可能也有可能是, 因为它是个non-profit, 它就是工作强度不是特别的大, 嗯, 但这是一个原因, 又有个原因, 可能就是我刚入职, 就是还没有很多的任务方便给我, 所以我感觉我现在还是很轻松的, 我现在主要就是, 因为是一个healthcare的体系, 我需要去适应它的一些, 比如说它经常用到什么epic的一些, 或者一些clavity之类的database, 我现在目前是熟悉这个学习, 所以我感觉不是很累, 不是强度很大, 如果说跟phd, 之前做科业比的话, 那肯定是现在轻松啊, 那个时候你有自己的发展压力, 科业压力, 做实验, 那那个还是强度很大的, 不知道回答你问题没有, 对, 还有同学问工资, 这个nonprofit工资会比起来更少, 这个我觉得个人公资就不要不要透露了, 这个我们会讨计一下, 一般来说nonprofit的工资, 是会比起来还要少一些, 就这么正的味道, 对, 行, 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了, 最后面非常感谢苏瑜同学, 这么忙对吧, 要工作要带海, 这么抽的时间来, 给我们分享这个自己的经验, 而且大家都听到了, 对吧, 非常亲征一切, 而且非常非常的详实, 我们这边, 这是非常感谢苏瑜同学的这个分享,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保持联系, 好吧, 好, 我也是很感谢校长给我这次这个机会吧, 再一个就是, 哎, 假的过程中可能又有点集中了, 特别容易感, 我这个人特别容易感性吧, 又有点想起自己的这个经历, 可能会有点感慨, 对, 希望更多的这个全职妈妈呢, 杀了马中为之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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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美这些全职妈妈都很优秀, 对吧, 都高学历, 对, 这方面都非常好, 而且当年, 对吧, 一路走过来, 什么中考高考啊, 考研啊, 出国啊, 都非常不容易, 你们本来就是很优秀的, 对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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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思雨,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